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4月25号 今天是星期四 是吧 今天就来了这儿了 今天算是二刷第二次来 他们家看着来的 他们家就晚上五点开到 周末好像开到十一点 平常开到十点 就开那么几个小时 我们这个睡得特别乱的 想来一次可拿的 好不容易又转过来了 好吧 今天又来了 来了这点的什么呢 这个是炸生蚝 里边是蚝 然后是炸的 我们试试看 但是它是酱 它酱还挺浓稠的 酱什么东西也挺浓稠的 怎么说呢 就还行吧 因为酱的味道比较大 然后它都是炸的 你就是吃不出 里边什么东西了 都是酱的味道 还行吧 还行 还行 真的就是 真的都是 这什么东西炸成这样 都差不多了 好 我知道这里边的酱 这个味道是这么稠的 它是一个白水煮蛋 白水煮蛋之后呢 把它剁碎了 然后搁在这酱里边了 里边都是鸡蛋 是个白水煮蛋 咱们一起吃 好吧 味道还行 挺好吃的 然后尝尝这虾 这虾应该是沾着这个吃 是吧 它这叫咖喱鲜 应该就是大蒜吃的 嗯 大蒜和这个虾 挺香的 蒜香味儿挺浓 嗯 面包就一般 就美国的面包 这么吐司 但是好吃的 但是就是 没有很经验的感觉 看着是白面包片 是吧 white bread 我在这都闻到 黄油蒜香味儿 就是白面包片 然后我爸妈都切掉了 嗯 好吧 然后这两个呢 上次点过一个曼姨饭 我老婆特别喜欢吃呢 就点了 然后上次这个 他把这个鱼呢 好像有人说上什么 哈哈 我日本小伙伴说了什么鱼啊 我们都明白 不管怎么着吧 这个上次点的这个呢 是下面带米的 这次点了一个没有米的 我们试一下 嗯 他说他也会稍微的这个 用火撩一下 用火撩一下 嗯 然后这个 这里边呢 我搁着 他给的那种 辣子和那个芥末 都搁了一点 好吧 还不错 但是我好像觉得 好像有米的话 好像更香一点 是吧 哦 嗯 有的时候就跟那个 吃那个 果子一样 就是果子 我们天天叫果子 我们叫油条 嗯 我吃那样油 就是拿个饼 你卷一下 可能更好吃一点 哈哈 对 我觉得还没有上次 那油米的好吃 所以波德刚老是说 大饼卷油条 是什么 这个这个上次吃过了 再来 嗯 嗯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对吧 嗯 好吃 嗯 嗯 油条米可能更香一点 哦 嗯 对 这个要点到 还应该有 有米的 哦 有米的会更好吃的 好吧 然后这个面 又点了一份 上次面还挺好吃的 嗯 上次点的是 那个海胆拌面 对 这次是鱼籽的拌面 对 是吧 嗯 能看到这下面有点鱼籽 还有这鱼籽酱 嗯 能 能看得出来 能 嗯 感觉这一口 看得到了拌一种 上次就开玩笑 觉得好像没海胆 更好吃一点 哈哈哈哈 试试看怎么样 哦 刚才说它这鱼籽有点有点辣 好像是有点辣的鱼籽包 他说了对 还不错 我觉得可能比海胆好 不知道朋友为什么爱吃海胆 也有可能它微微有点辣 所以吃的更爽口一点 好像我会更喜欢吃这个味道 有点辣味 那个没有辣味 那个有点发甜是不是 清甜 对 那个是发甜的 这个 那边有一点辣味 不是很爱 Thank you 还不错 嗯 还有一份这个炸鸡点 这个上的有点慢 它叫什么 chicken number 对 对 对 chicken number 我怎么感觉跟刚才的那个什么的酱很腌 你尝尝 license 嗯 这个如果差不多 你看 炸的可能都用这款过来 刚才炸生蚝 还不行 还行 里边很嫩 这个是难得 日本人做东西都特别的精致 不浪费 把它做的最好 不过也分日料店 有的日料店是中国人开的 这家还真的日料店 账单上来了 然后这是店名地址电话都有 好不好 不用弄了 然后看看热茶 个人替5块钱 做了这茶 然后Glue的Saba 就是那个Saba鱼15 这是不带米的 带米的好像是17 然后这个是鳗鱼饭20 然后呢 这个是那个意面 那个鱼子意面25 然后呢 这个是那个大葱虾 然后这是25 然后炸生蚝是15 然后呢 这个炸鸡 炸鸡排吧 这个16 加一起一共是121 然后呢 那加上税呢 是10块1毛4 一共是131块1毛4 20%的小费呢 差不多是26 那本一个是157 157 157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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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